天南地北谈华语 昨天我孩子在厨房看我炒菜 他问我 炒菜锅底下的火是蓝色的 可是 为什么有时是黄色的呢 你怎么回答 我说 煤气或天然气在燃烧充足的情况下 火是蓝色的 燃烧不充足是黄色的 解决了 可是他接着问 为什么书上画的火多数是黄色橙色和红色的 他说 现实生活中他都没看过红色的火 红色的火那是大火 比如火烧森林 火就会是红色的 对呀 以后让他看电视新闻可能就会看到了 说到火红 我想到一个字 赤 哦 表示红色的赤 也是赤到赤裸裸的赤 赤是个会议字 甲骨文赤 上面是大 下面是火 我看看 哦 上面是大 下面是火 金文更像 一个大和一个火 哎 大不是表示人吗 是的 赤的本意是红色 这毋庸置疑 可是怎么解释赤就是红 我看到的资料有两种说法 一个是大火自然是红色的 也有说人在火上被烤得红红的 第二个说法好残忍呢 哎 等等 我们现在写的赤上面不是大呀 赤小传仍旧是上大下火 而凯书的写法 而凯书的写法形体发生了变化 上面的大变成了土 下面的火也不像火了 是 下面确实已经不像火了 说文怎么说 说文写到 赤南方色野 从大从火 从大从火 我明白南方色野 据五行之说 南方属火 所以赤是南方之色 是说我们南方人热情如火吗 如果你昨天那一身黄的连衣裙 还配上一双火红的鞋子 你还就像一把四处走动 热情奔放的火焰呢 我是保有一颗赤子之心 心地纯洁善良 赤子指出生婴儿 因为出生婴儿身体红红的 所以称为赤子 赤是个不守字 凡是从赤的字 大多跟赤色有关 譬如显赫的赫 有两个赤组成 本意是赤色 赤也可以做生旁 例如拟生词 赤 赦免的赦等等 天南地北谈华语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 李林和谢江丽播讲 节目重温 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 facebook.com slash aifm.malaysia 或浏览YouTube频道 搜寻天南地北谈华语